美国是让北京痛苦商务部长说出真相,美中贸易摩擦一眼欲裂川普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,已对2000亿或4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%关税。 对此,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解释,他和川普总统一致认为,美中贸易谈判多年未取得进展,现在是时候了,要让北京感到痛苦广告。 路透社报道说,6月20日,美国商务部长罗斯,在美国参院财经委员会听证会上解释了美国让北京痛苦的原因。 他说,要使北京放弃关税障碍,尊重美国知识财产,就必须增加压力。 罗斯表示,美国过去在知识产权方面,曾与中国进行过多年的谈判,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 川普总统认为,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,我也同意,倘若我们不让中方感到继续这样干下去,会有痛苦,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功阻止他们。 川普总统18日宣布,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%关税。 若中国再次实施暴富,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。 中共商务部发声明回应,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后,又变本加厉制定巨额征税清单。 对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,中方将做出强有力反制。 美国之音20日报道说,罗斯在听证会上,说,我认为中国跟我们一样,都不想打贸易战总统的总体观点。 是贸易战在多年前就已经输掉了现在是试图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结果。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,美中历经多次谈判,中方没有诚意,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。 承诺,机构改革也一直拖延,中共则在时间差中持续以各种方式,获得美国的核心科技,削弱美国经济的未来。 这促使川普总统决定立即采取关税等行动,施加压力川普之前接受访问时也提到,中国可能会对贸易议题有点心烦意乱,因为我们将在贸易方面下重手。 未来几周你们将会看到他们了解我们的做法。 川普政府预计在6月30日将继续公布新措施限制中共对美国科技行业投资。 华盛顿邮报报导说,川普似乎在进行一场豪赌押注此次征税,将迫使中共投降。 川普政府官员有信心,因中国需要20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市场,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市场。 因此中共将在贸易战中输得更惨。 中共自2001年加入WTO后,中国经济迅速增长,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 然而,这么多年来中共靠着对贸易顺差发展经济,让很多国家国际收支不平衡。 中共还大肆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,窃取对方的智慧财产,甚至渗透西方国家的政界。 引起美国、德国及欧盟等国的警醒川普,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不惜打贸易战反制中共。 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,让中共加入WTO,就是希望能改变中共让其放弃共产主义体制。 走向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化。 去年12月18日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,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建立在支持中共的崛起,及其融入战后国际秩序。 并相信这将使中共迈向自由化,然而施予认为中共,以牺牲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,扩大自己的权力。 1月份川普在国情资文里,说在全世界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,恐怖主义集团和向中,而这样的竞争对手,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,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。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何利,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分析说,今次美中贸易博弈实质上,美国是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改变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,即是由共产党全面控制,包括国营企业等的模式,希望中国拥抱国际经济市场的规律。